涉嫌在2021年底就蜡玉莎事件在国会特权委员会听证会公证时做出虚假陈述的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兴 以聘请律师为他辩护 案件展延到下个月的31号进行审前会议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兴上个月被控两项控撞 指他在听证会上做出虚假陈述 抵触国会特权豁免和权力法令 他在庭上否认也罪 毕丹兴当时还没有聘请代表律师 案件今天在国家法院进行第一次审前会议 毕丹兴没有亲自出席 而是由辩护律师代表出席 在相关法令下一旦被定罪 毕丹兴可被判监禁最长三年 或罚款最高7000元或两者监视